只能放在哪里 注意后面 对 只能放在后面 而刚才它还可以放在前面 对吧 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例句 老师举的例句 好 那你告诉老师 第一句话刚才放在哪里的 放在哪里的 那这句话的主语该是哪一个呢 那个人 我们一起 那个人 对 是这句话的主语 那刚才那个人是谁 是谁 你认识他吗 好 第二句话也是一样的 对吧 也是放在的是 主语的前面 那这句话的主语该是哪一个呢 我 我 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 所以主语应该是我 那下一句话呢 刚才放在哪里的 刚才是放在哪里的 刚才是放在哪里的 小丽去图书馆 不是其他人 不是别人 是小丽 小丽是主语 小丽刚才去了图书馆 那第二句 第二句老师这里 把刚才放到了前边 对吗 对 它可以放到前边 我们说了 刚才可以放在 可以放在主语的前边 也可以放在主语的后边 对吧 好 那这里也是一样的 小明刚才说了三个句子 刚才放在的是主语的 主语的后面 对 小明是这句话的 主语 对 是小明说了三个句子 小明说了三个句子 不是别人 是小明 不是小刚 也不是小红 是小明说了三个句子 也是一样的 老师说了 它可以放在前面 刚才也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 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 好 那我们老师刚才说了 那现在刚和刚才的区别是什么 你告诉老师 刚和刚才的区别它们的不同点是什么 它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刚就是不在做以前的 刚才可以放在主语的后面 对吧 对 只能放在主语的后面 刚才的话它两个都可以 既可以放后面也可以放前面 对吧 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不同的地方 好 看第二个不同的地方了 现在看到没有 看老师的PP 看到没有 看了 好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 句子里丢其他的时间词 时间词老师现在先给你举例 好吗 时间词 时间词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比如 老师这里先举一下例 一天 一天 是不是时间 三个小时 这样的也是时间 你告诉老师 它们是时间吗 时间 对 它们是时间词 一年 也是一个时间 老师说 一个月 一个月 也是一个时间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 好 那 说了 刚可以和时间词一起说 也就是 只要我们句子里面 有像一天 或者是两天 三天 三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或者是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也就还有更多的 只要出现这些 那么它就只能和刚一起用了 对吧 对 只要有这些出现 那就只能用我们的刚 不能用刚才 看清楚吗 看清楚 好 那我们来看例句 先看第一个句子 小丽 三天前 刚去过 动物园 你先告诉老师 这句话里面的时间词 在哪里 这句话的时间词是哪一个 就是在刚的前边 能告诉老师是哪一个吗 上天前 对 找到了 很好 找到了 很好 也就是这句话的时间词 是三天前 对吧 对 老师说了 只要出现 像一天 三个小时 一年 一个月 还有我们这里的三天前 这样的时间词 那么就只能用 用哪一个 刚和刚才只能用什么 看一下老师这里说了什么 有时间词的时候 只能和什么一起说呀 只能和谁一起说 对 所以这句话里面老师这里也用的是刚 对吧 对 出现了这些就只能用刚 出现了时间词就只能用刚 那再来看第二个句子 上个星期爷爷刚过了70岁生日 那这句话里面时间词在哪里呀 就是气势随身热 没有 不是哦 你看老师这里说 一天三个小时 一年一个月 那么这里的星期 还有像星期 他们都是时间词 比如像这里两个老师举一下例子 老师在这里再补充一个例子 两个星期 天 小时 年 月 星期 他们都是时间词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好 所以我们第二个句子的时间词是哪一个呀 上个星期 对 上个星期 星期 对 星期 星期 对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很好 那这里的时间词是上个星期 有时间词就只能用刚 对吗 对 好 所以这句话用的是上个星期 爷爷刚过了70岁生日 不能说刚才过了70岁生日 第一个句子也不能说刚才去过动物园 对吧 对 好 那第三句话 你告诉老师 他的时间词是哪一个呀 五分钟 很好 找到了 很好 找到了 很棒 很好 那五分钟就是这句话的时间词 所以我们用的是 刚对吧 对 只能用刚 记住看到有这些时间了 那就只能用 只能用什么 只能用钢 对 只能用钢 不能用钢材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好 那现在我们再往下看 除这两点不同 接下来还有第三个不同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不同的地方 来 和老师一起看 仔细看 刚才和不和没一起说的时候 刚才可以和不和没一起说 刚不可以 也就是出现了不 还有我们的没就只能用什么了 只能用什么 只能用什么 没 只能用钢材 老师刚才说出现时间词的时候只能用什么 刚才 出现时间词 时间 只能用什么 钢 对 只能用钢 出现了不 还有没的时候就只能用钢材了 现在我们来看下面老师举的例子 好 第一个 小丽 钢材 梅区图书馆 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梅呀 对 好 所以我们就用的是钢材 对吧 对 那第二句话 你告诉老师 钢材放在哪里了 它放在哪里了 嗯 住于前面 对 住于小丽 是小丽没去图书馆 小丽 这句话是小丽没去图书馆 那第二句话 第二句 我们来看 第二个例子 小明刚才不认识这个汉子 那这句话的刚才是在主语的后边 对吗 对 它的主语是小明 那这里出现了布 对 对 出现了布 对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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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什麼問題已經出現了故事了 對 所以 登台 登台 我們就發了 可不可以來三個不同的地方了 對 那你那時候 他三個不同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 可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又可以 嗯 可不可以 我不听得清楚 我听得但是不清楚 我听不清楚 你怎么给你大部分看看再给你心情 我听得但是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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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得不清楚 听得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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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清楚 听得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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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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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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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是吧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七课 来 现在先把这里的词汇 我们来复习一下 你先读一遍 先读一遍 好 开始 好 好 开始 第一是 就是 同事 对 同事 好 下面一个 以前 好 再下一个 银行 酒 好 再下一个 感兴趣 好 结婚 好 欢迎 欢迎 好 迟到 好 伴 好 爹 好 课 好 差 好 那老师现在上节课说了 上节课 讲到 半和课了 对吧 对 好 老师现在 老师这里加一页 加一页 我们现在加一页 老师要 写一些数字 然后你来回答 应该怎么读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 好 老师这里要加一些数字 老师这里 写一些数字 你来回答 他们应该用汉语 该怎么说 好 老师这里加一些数字 老师这里要加一些数字 好 开始 准备 准备 把它打大一点 把字体 打大一点 好 现在你告诉老师 用8或者是课 该怎么读 10点1课 10点1课 对吗 对 10点1课 好 那下一个 哪一个 这个该怎么读 就是11点2课 2课吗 老师说了 能可以 11点什么 11点半 老师说了 我们没有2课 只有1课 只有1课 还有1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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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马上来 那 马上 现在 该怎么读 12点 12点 3课 3课 12点3课 下面 下面 老师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我们再来一个 这里太大了 太大了 好 那再来一个 看清楚 看清楚 该怎么读 13点 13点 对吧 对 13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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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上节课 我们讲到了 半 讲到了 课 对吧 对 一定要认认 我们要在中里面 认认哦 对吧 对 好 老师上节课 讲到这里 课了 好 我们讲下一个词 以前 以前 对 看一下 老师这里 老师这里举的力 老师这里举的力 老师这里举的 第一个 工作以前 工作以前 你告诉老师 工作它是一个什么词 工作 就是 一个 哦 就是一个名词 对 所以 所以 现在 以前 前面可以放名词 对吧 对 可以放一个名词 可以放一个名词 那 两年 以前 两年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什么 两年 也是一个名词 对吧 对 并且 它是一个什么名词 你告诉老师 它是一个什么名词 是 这个名词 很好 很好 两年 以前 我们可以 还可以说 十年 以前 二十年 以前 都可以 对吧 对 哦 那 这里 来了 来了 那加了一个 得 你告诉老师 你告诉老师 它本来就是一个形容词 对吧 对 那 它加得之后 它就变 它还是形容词 对吧 对 还是 我们可以说 以前的事 以前的事 还可以说 以前的 比如 以前的学校 也可以 以前的 学校 以前的学校 以前的学校 好 你现在 能不能像老师 这样说一下呢 以前的什么 以前的 以前的 人 以前的人 可以 以前的人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下面 这里的两个句子 以前 他在 哪儿工作 在 问号 疑问句 对吧 对 哦 它可以放在 它可以放在 最前边 那我们这句话 老师这样说 可不可以了 他以前 在哪儿工作 嗯 他 他以前 他以前 在哪儿工作 如果把以前 放到 他的后面 可以吗 嗯 不可以 啊 不可以 但是老师 要告诉你是 可以的啊 他以前 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 这样说 他以前 在哪儿 工作 以前 放在 一个人的 前边 还是 后边 都是可以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啊 他以前 在哪儿工作 他以前 在哪儿工作 以前 他在哪儿工作 那你告诉老师 那我们 如果是 把钱 把下面 他以前 在银行 工作的 以前 也放到 最前面去 可以吗 可以 啊 也是 可以的 以前 他在银行 工作 他以前 在银行 工作 都是可以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哦 好 那我们 再看 下面的啊 再看 往下面 看 酒 酒 对 酒 酒 酒 是一个 形容词 对吗 对 对吧 对 好 那 我们 酒 可以放在 你告诉老师 第一个句子 是一个什么句子 一个 形容词 老师现在问你 第一个句子 他们唱了多久 它是一个什么句子 有个问号 问题 它是一个问句 对吧 对 好 所以 它放在问句里面 可以在它前面 加一个 都 你们喝了 你们唱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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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师 如果要像这样问的话 比如 比如 我 我 学 我学了多久 也可以 我学了多久 我学了多久 比如学习 我学了多久 那 如果像老师这样 用多久 它放在问句里面 可以这样问 问就 多长时间 那你现在告诉老师 你能不能就 就造一个问句了 就像老师这样问 好 好 想一想 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 要用到多久 你们唱了多久 我 学了多久 我 我 我 什么呀 我 做 做夜 多久 我 做 过夜 对吧 对 应该是 做 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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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桌也 做多久 但是 老师说 这里 要加一个 勒 才比较好 他明白了吗 明白 好 那你再想一个了 用到勒 把勒 加进去 嗯 嗯 嗯 我 我 什么呀 吃 我 吃 我 吃 吃 多久 嗯 好 吃多久也可以 吃了多久都可以 吃多久也可以 但是老实说了 我们最好加一个了 听到了吗 听到了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他刚来公司布酒 布酒 酒前面还可以加一个布子 还可以加一个布子 他刚来公司布酒 那老师也可以说 老师这样说 你看一下 我刚到学校 我刚到学校布酒 我刚到学校布酒 也可以 我刚到学校布酒 或者是我刚回家布酒 都可以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布酒就放在最后面 对吧 对 因为你到 你到某个地方去 或者是像老师刚才说了 我刚回家 也就是我到家了 我到家了 布酒 那布酒放在最后面 那你现在想一想 你说一句 我们也把布酒放在最后面 妈妈刚到工作不久 刚到工作吗 老师刚才说了 我们如果要这样的话 用布酒 我们或者是到某一个地方去 某一个地方去 或者是做一些事情 刚到公园不久 刚到公园不久吗 对 公园 刚到公园不久 好 那老师现在如果这样说 布酒 他放在最后面 老师刚才说了 可以到某个地方去 对吧 到公园 到学校 来公司 那老师现在说 我刚做完 作业布酒 可以吗 可以 我刚做完 作业布酒 就你去干一件事情 你刚刚干完 不久就是刚刚干完的意思 就刚刚 就刚 就很短 很短的意思 很短的时间 明白了吗 明白 short time 很短的时间 那下面 老师这里又举了一个例子 这么久 这么久 可以说这么久 你听了这么久 应该听明白了吧 那老师问你 你听了这么久 应该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下面 最下面的 很久 久 前面可以加很 可以加很 那老师问你 很 很 它是一个什么词啊 很 就是 一个 哦 就是一个副词 对啊 可以 它前面可以加一个很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吗 就是一个 还是一个形容词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是一个形容词 好 那还可以这样说 看最后 好久不见 比如你和你的朋友 很久都没有见面了 你们有一年的时间 都没有见面了 那你就 见到他的时候 你就可以对他说 好久不见 明白了吗 明白 一年很长的时间 没有见到的人 你对他就可以说 好久不见 你们见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好久不见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好 那我们再往下面看 感兴趣 感兴趣 对啊 感兴趣 你看 第一个 第一个 老师这里举的例子 他对音乐感兴趣 我对足球感兴趣 小明对游戏感兴趣 也就是感兴趣 感兴趣 放在这里 我们把它放在最后面的 对吧 对 然后感兴趣都是在最后 这句话的主语 先告诉老师 第一句话的主语 是哪一个 他 对 他 是他对音乐感兴趣 不是别人 是他 是他对音乐感兴趣 所以 这里中间有一个对 对吧 对 对 什么感兴趣 那老师 现在总结 也就是某个人 足语 某个人 然后再加上 对 再加上对 再加上 什么东西 感兴趣 感兴趣 最后我们再加上 什么 再加上 感兴趣 感兴趣 好 那你现在 就依照老师这样的 说一个 爸爸对 爸爸对什么 男球 男球 男球吗 对 感兴趣 对吧 对 好 再来一个 个个对 个个对 乒乓球 感兴趣 乒乓吗 对 被乒乓球 感兴趣 那你对什么 感兴趣呢 我对 你对什么 感兴趣 游泳 感兴趣 游泳吗 对 游泳 感兴趣 你对游泳 感兴趣 那你特别喜欢游泳 对吧 对 好 那我们再往下面看 接 接 接 我 现在先来看 它是一个动词 对吧 对 你不是说 第一个句子 你不是说 七点半 来接我吗 来接我吗 来接我 那它后面 要加一个人 对吧 对 要加一个人 接的后面 要加 要加的是人 要加一个人 好 再来看 我们下面一个句子 爸爸到学校 接弟弟 爸爸到学校 接弟弟 弟弟也是一个人 对吗 对 好 那你每天放学 有人接你吗 有 有 是到学校 接你吗 对 你们家里 谁到学校 接你呀 对 你们家里 哪一个人到学校 接你 是你的爸爸 还是妈妈 妈妈 你的妈妈 到学校接你 对吧 对 好 十五分了 你什么时候去学校 他说我九点才去 九点才去 那现在八点四十五对吧 对 八点四十五 那八点四十五到九点 八点四十五 老师这里打一个数字 老师这里打一下数字 八点四十五 然后他九点才去学校 九点 那八点四十五到九点 他们中间你知道有多少分钟吗 有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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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这里已经说了 他们中间一刻是多少分钟呀 十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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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对 所以九点跟八点四十五之间 是有十五分钟的 对吗 对 有十五分钟 有十五分钟 所以他们就差了一刻 对吧 对 那老师现在 老师这里打一个 老师现在打一个 老师现在打一打 你现在来说 现在 老师说 现在八点钟 我们八点 八点 八点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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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老师 他是八点多少 八点三刻 八点三刻 那八点到八点四十五 差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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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分钟 四十五分钟 四十五分钟 是多少刻呢 三刻 是三刻 他们差了三刻 对吧 对 四十五 老师之前说了 四十五的时候 就是三刻 十五的时候 就是一刻 对吧 就是一刻 好 那我们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现在是十一点 现在是十一点 十一点 这是多少 十一点多少 十一点多少 十一点 二十二点 现在是十一点 老师 十一点十五 十一点十五 老师要让你用课读出来 应该是多少 现在是 十二点 这里 看前面 这里应该读成 用课读出来 十一点 一刻 一刻 那现在到十二点 他们差了多少 差 多少 差 四十五 观众 那 说成课 应该怎么说 三刻 啊 差三刻 对吧 那也就是 可以说 差三刻 就十二点了 对吗 对 啊 好 那我们今天 就讲到这里了 好 等会儿 等会儿 老师要说作业 作业啊 作业 把你的教材翻到 好吗 好 把你的教材拿出来 这次的作业必须要完成 听到了吗 听到 啊 好 我们就完成第七课的 第七课 先把前面啊 老师这里给你说一下 好 从这里开始啊 这里 这里开始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啊 就是第二题 选择恰当的词语填空 看到了吧 看到了 一共是几个题啊 呃 五 一共是十 对吗 不要忘了 十个题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好 还有 语法里面的第三题 老师刚才是不是已经讲了呀 讲了 啊 这里一点半 十二点半 这里十二点一课 这里 你要把练一练的三个小题做了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好 下节课的时候 老师啊 老师一来就要检查作业 你要记得做 好 好 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老师再见 谢谢老师 好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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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